聽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台南一聲,流一段時間的節目 我是台南董,董主席,流一段 來,我們今天的台南一聲呢,要來講的是這個 政治儀態就是這個,一段一秀 一段就是這個韓國儒,已經代表這個 國民黨出選,民調經過一禮拜民調的結局 第二名,屬於17% 韓國儒可以拿去44% 剩45% 郭台銘屬於17% 沒有30% 主理論第三名,郭台銘10% 剩下兩名,郭台銘10% 還有一個銅牌,張亞中3% 這個韓國儒,勝出 到底怎麼看 另外民調,坦白說,奇奇怪怪 不知說初選的辦法,奇奇怪,跟王君平說的 包括出來的,結果大家也看得不出色 什麼小英,說在這個 對比市民調來說,6%到14%到16% 我比柯批,比較多柯批,說17% 就算出來,小英明第三名就對了 我才來,這個崩盤 我還說有40幾百,40幾百 我看他不要算了 他就知道他不要算了,我直接給他做這樣 來的行人一看沒準 怎麼會 這條件怎麼變這樣 大家很驚訝 當然,這有幾個原因 其中一個大家最早的事情 是一條通知說這個 我怎麼這麼說,都沒有什麼人去忧然 就說這個,一條啦 你怎麼說這個 如果這裡有問題 為什麼民進黨也要用這個 國民黨也要用這個 那些都大黨了 說實話,這個辦法 現在就看出來了 真的問題很大人 就是密室操作 就是你的反對派 很難看 國民黨的人,他會想 我現在跟你說 我接著 韓國瑜最好 我支持韓國瑜 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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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瑜說 放一個很大的 這個 從尷尬的情況 就是一個選了 選了幾天 還要一禮拜 一個再度 做一樣的民調 怎麼都一樣 怎麼這樣 韓國瑜不是很大 45% 搞什麼 做出來 現在怎麼這樣 好像港來存30% 怎麼這樣 這怎麼來 計算那10%是怎麼來的 我告訴你 裡面有很多就是 冠票 一些錢票 一些歷史的選民 他本來就是 如果偏偏這樣選 割英文要贏國民黨 應該是韓國瑜拿 比較輕鬆 這很簡單 這都很簡單 銅街錯綻的理論 就是 說 郭台銘有股膊子 你 他也不用租 他說我們要賺二至三百億 有得輕鬆 啊 賺到 臺灣 尤其在乘車的地方,這條子車, 在當前的實力越害怕人, 當時是空氣票,說是三五贊人, 到底要去哪裡,買或什麼,買也不懂得買, 但是乘車是一盒一盒,一盒一盒, 船長,李長,龍飛,中幹事,龍飛什麼? 什麼長,什麼長,小長, 那磅阿龐在哪裡, 對一個有票,對一個無票都知道, 那如果我整個撕下來,講,撕下來,哇, 那口氣開出來,絕對輸人會玩意了,對啦。 在這個情況下,很多人都會說, 你如果萬不利郭台銘不去選, 到時候就像什麼, 王金平,這些地方各頭派的, 郭台銘結合, 結合運動經育,選舉經育就有了, 結合之後,不要坐啦, 那你就用100個,用賣, 不要說賣啦,用100個,用1塊塊的, 加薩免責, 幾乎150萬票出來, 哇,靠命, 小英就譬如說,反正就不定了, 警察,警察查出門, 所以, 其實這歷史的選民心來, 都有一個共識,很奇怪, 這默契十足, 很簡單,大家都, 大家都, 大家都說好了, 吃到就說韓國瑜, 不可以說到百個月, 韓國瑜比較穿得住, 再高高舉起, 再把它重重的摔死, 很判心, 但是你說, 誰跟你要訂, 有些時候, 老一訂在那時候, 多久7、8年前, 我就說了, 這歷史就是造型對手操作, 操作你一個比較難的, 還是說比較好怕的, 還是很容易犯錯的人, 出來, 我們這個經驗, 丟腳淋水手就掉了, 這歷史怎麼有人會這樣, 這很奇怪, 所以你說全世界, 先進國家, 先進的民主國, 沒有人用民調, 你決定什麼, 說要派什麼人, 都用民調, 你決定什麼, 說要派什麼人, 你民調, 別說他本身有作品, 沒有啦, 就算沒有作品, 他這個邏輯就有問題, 我的黨, 會優秀的人, 要白黨的人來決定, 白黨當然選我裡面, 比較勇工的人, 不要, 代算你沒有機會, 就亂了, 所以, 你只看這條, 一定會說很多次, 現行的民調制度問題很大, 你不是選一些傻人, 也不是選一些敵人喜歡的人, 敵人越喜歡, 你就越慘, 你齁, 我講, 我差不多, 我去台南, 我們在八年, 到一個月裡面都要八年, 有幾個月, 有幾個月, 我們有議員在那裡, 現在也有一個, 楊宗城, 在做議員, 這人, 蔡菲選幾六道, 陳蔡菲, 現在沒有在插, 幾個月都會, 像我去外面, 找一個拖, 好, 差不多, 差不多, 頂便, 選頂, 頂便的, 三年前, 我說這個三年前, 劉威大家選起來, 我就經常視覺看到, 陳廷菲, 黃偉哲, 林純卓, 李俊毅, 好, 很多要選市長都出來,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有時候走到, 這拖在這裡, 走到這個人, 走到這拖, 好勝利, 後拖第二拖, 還走到這拖, 又出來, 你走的行程, 怎麼跟台南東主席差不多, 我不太近了, 不是,結果, 你走到, 我去有一次, 我走去像西港, 西港鄉, 走到黃偉哲, 就是我的學弟, 所以, 坦白說, 從我的學弟來, 我覺得, 他是比較平凡的, 沒有很強烈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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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很強烈的, 一直都不會說, 我比較尷尬的孩子, 尤其是男孩子, 我是比較尷尬的, 有境界, 靜如廚子, 動如脫兔, 他爭的時候, 會慢慢摸, 會慢慢摸, 會慢慢亂摸, 爭的時候, 動的時候, 脫兔, 行動力很強, 說話, 有這種決斷性, 可以決定一些事情, 改變社會, 可以改變社會這種人, 他是黃偉哲, 不是這種人, 那麼, 阿團, 他今天怎麼會合理來, 學長, 學長, 我記得那時候, 他開始在走的時候, 你現在已經三年五年了, 在外面的湯頭, 我就說, 你穩定的, 為了, 叫這個制度, 你絕對, 會做到台南市長, 他都有點, 他大家知道, 我在說什麼, 有點苦笑的就走, 我說, 你覺得奇怪, 哪有可能, 你哪有可能, 現在, 做市長做, 一年進行, 還要不一年, 進行三年, 你就知道, 他會選到, 你怎麼這麼厲害, 哪有可能, 那不是我厲害啊, 因為這個制度, 就是會由對手, 由國民黨, 來幫民進黨, 拿名, 你市長, 怎麼說, 你跟我們台南的, 選民的色彩, 就是六贓, 是六贓, 四贓, 是六贓, 那你大家, 民進黨, 大家都去走, 你走, 你都去唱這六贓的票, 這樣是這樣, 六贓, 那六贓票, 六個人本, 一個人才十%而已, 所以, 你如果比較含慢, 有幾個月, 走的時候, 你就含五、六趴, 所以, 也有民調出來, 有含三、四趴, 正常啦, 你沒有很多人, 你自己討論嘛, 你走的, 那個不太大, 對吧, 含的這四十趴, 國民黨的支持者, 他會騰上, 我當然要騰一個, 高台啊, 比較軟的啊, 這樣我不太太贏了, 你知道嗎, 你借管理的, 那些混的叫做呢,